大家好 我手上这一条是黄花梨的枝条 我们都知道黄花梨 它是一种非常名贵的一种木头 这一期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扦插黄花梨 而且这一期准备了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矿泉水平 第二种是用制石 第三种是用沙子 那么到底是哪种生根块呢 这一期就做一个测试 我们先修剪一下黄花梨的枝条 枝条不要太长 大概有15到20厘米长就可以了 我们先截三段出来 我们剪好叉条之后 给它处理一下这个切口 在这个切口上面涂抹一点浴和剂 我们做扦插的话 浴和剂是非常有必要的 包括平时我们在家里面养花 这种浴和剂也是必备的一种材料 平时我们给一些花卉修剪之后 给它涂抹一点抑耳剂 会预防枯枝病 把这个伤口给封好之后 它这个续菌就不会感染 也不会导致这个切口湿水过快 导致枯萎 我们处理好之后 先把它放到生根水里面 浸泡大概20分钟左右 那么浸泡了20分钟之后 我们直接给它掀插就可以了 把它掀插到沙子里面 这是第一种 这是制食第二种 第三种就是矿泉水瓶 我们直接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在矿泉水瓶里面加水 我们给这个瓶子加水 这个水差一点点触碰到这个枝条就可以了 大概有一厘米左右就够了 不要给它直接触碰到枝条 避免它伤口浮烂 我们在制食这里浇透水 然后在沙子这里也浇透水 我们把它浇透水之后 接下来就不需要给它浇水了 我们尽可能的保持我们的养护环境湿度够 如果湿度不够的话 大家可以每天坚持给它喷水 或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保鲜袋把它套起来 然后在保鲜袋上面做一个洞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湿度够 那么另外我们也最好把它放到高温的地方来养护 在25度到30度之间 是最容易催生它长一些新芽出来的 过段时间长根了 我们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看看是哪一种方法生根最快 大家觉得哪一种方法生根最快 问你留言 好了我们下一期再见